Hello 大家好呀 我是苏苏 之前给大家解说了异形系列的一二三部 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系列的第四部 异形 浴火重生 在上一部中 我们的女主雷普利 在复仇161星球的监狱里 带着体内的异形女皇纵身跳入火海 选择和这个毕生宿敌同归于尽 彻底摧毁了公司利用异形研制生化武器的阴谋 时光穿梭斗转星一 转眼间二百年过去了 那个丧心病狂的公司已经破产倒闭 不过人类研究异形的工作却从未停滞 星际联邦军的科学家们为了得到异形活体 决定克隆被异形女皇寄生过的雷普利 经过多年的实验研究 终于培育出了完美孕育异形的雷普利克隆体八号 电影开始在星际联邦军奥瑞格太空舰上的医疗舱内 科研人员们围着手术台上沉睡的八号 透过玻璃用激光刀切开他的腹部 取出异形幼体 看着刚刚出事的异形幼体 在镊子下扭动嘶吼着 玻璃外的维恩博士兴奋地发出一声赞叹 简单检查了一下八号的身体状况 准备缝合 突然沉睡着的八号醒了过来 一把抓住正在缝合的科学家盖德曼 将他拧到玻璃上又晕了过去 今天之后 八号在一间间牢里再次醒来 他好奇地抚摸着自己躯体的每一寸皮肤 似乎想起来了什么 镜头最后落在手臂上的一处刺青上 那是一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吧 科研人员将再次醒来的八号 带到医疗舱内 检测身体状况 发现他的DNA与异形的DNA相互分解又重组 拥有异形一样强悍的战斗力 强酸血液和自愈能力 更加令人惊叹的是 他居然有一部分雷普利的记忆 八号面无表情地对他们告诫 你们都会死 异形会毁了一切 另一边的佩蕾斯将军 维恩博士 还有科学家盖德曼 在谈论着如何处理雷普利 维恩博士认为 八号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完美品 有很大的科研价值 而佩蕾斯将军却觉得 他有雷普利的记忆 会阻止他们进行异形研究 他表示 在他的眼里 只有一形女皇才是最有价值的 一旦八号有任何异常立刻消灭 三人打开密码门进入禁区 这是一个孵化室 他们惊讶地看到 孵化的异形幼体已经培育成熟 退化为成体异形 贝蒂商用飞船上 一伙雇佣兵正在登陆奥瑞格太空舰 来交运货物 他们很不耐烦地挨个接受案件 分别是船长尔金 他的情人 副船长希拉德 还有下肢瘫痪的诸如工程师瑞斯 高大蛮横的强尼 黑人杀手克里斯曼 以及新加入的小女孩科尔 异形人的货物是七个冷冻的活人 佩蕾斯将军告诉船长尔金 只是做生物实验用的 其实是为了培育大量异形 尔金虽然不了解内情 但是也明白 这是一个不能见光的事情 要挟佩蕾斯 让他的船员们 在奥瑞格太空舰上 好吃好住两天 船长欣然同意了 表示只要他们不打架声势 不去禁区 什么都好说 另一边 五名船员将货物 也就是七个冷冻的活人 送进了医疗实验舱 实验舱内 科学家盖德曼等人 催活了异形重乱 将敷出的爆脸虫 直入解冻的七个人身上 科研人员们很满意 门外的五名船员转身离开 在太空舰里闲逛 遇到了正在打篮球的8号 强尼色咪咪的出言挑衅 被8号一拳击飞 克里斯曼抄起杠铃砸了过去 也被打倒在地 就在这时 科学博士维恩 带着科学家盖德曼走进来 微笑着叫雷普利助手 众人停了下来 8号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开 没有人注意到 小女孩科尔听到雷普利名字的时候 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维恩和盖德曼得意地表示 这个实验体真是越来越棒了 船员们没有理他们走了出去 到了晚上 在异形孵化室中 科学家盖德曼挑逗着玻璃舱内的异形 只要异形不听话 他就按下按钮 放出液弹作为惩罚 他意外地发现 这种怪物的学习能力居然如此之强 而另一边本来在看电视的小女孩科尔找了个借口留走了 一路偷偷来到8号的监牢前 用万能钥匙打开门禁 拔出了准备好的钢刀 捏手捏脚地走了进去 8号正在睡觉 科尔用刀撩起他胸口的衣服 看到了一道取出异形手术后留下的疤痕 这时候8号睁开眼睛淡淡地说 你要杀了我吗 小女孩有些惊慌失措倒退两步 原来他加入尔金的雇佣兵团队就是为了有机会能到奥瑞格太空舰上 消灭星际联邦军克隆出来的雷普利Cianti 从而阻止因异形的降生而造成杀戮 然而当他看到那道疤痕的时候 方才知道异形已经被取出来了 科尔请求8号帮忙消灭异形 8号却毫无感情地拒绝了让他赶快离开 科尔坚定地表示他一定要消灭异形不在乎生死 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刚出门口就被科学博士维恩带着两名士兵抓住了 博士维恩将小女孩科尔压到餐厅 餐厅中被地号的船员们已经被控制了 船长尔金试图和科学家维恩交涉无果后 船员们突然拿出藏在身上的武器开火反抗 经过短暂而激烈的交战 士兵们纷纷倒地 科学博士维恩被俘虏 在另一边孵化室中 观察异形的科学家盖德曼从监控中看到了这一幕 立刻呼叫其他士兵去追捕被地号船员 他没有注意到身后玻璃舱里的三只异形正在偷偷交谈着 突然响起几声嘶吼和惨叫 其中一只被同类们残忍杀死 流出的强酸血液在地板上腐蚀出一个洞 剩下的两只异形从中逃跑了 刚刚反应过来的盖德曼急忙进入玻璃舱内查看 被牺牲的异形血肉模糊 炎炎一息 他流出的强酸血液将下面几层地板都腐蚀穿透 逃走的两只异形已经不见踪影 忽然一只异形爪子伸出 将盖德曼从洞中拉了下去 听到警报赶过来的黑人守卫 持枪小心翼翼地进入了玻璃舱 这时一只异形悄然出现 按下了液弹按钮 喷出的液弹瞬间将它冻成了冰人 玻璃舱外面得手的异形放肆的撕后照 另一边在监牢中 软禁的8号听到了异形的咆哮声 脸上掠过一丝嘲笑 用自己的强酸血液腐蚀了牢狱垫路 打开门禁走了出去 在餐厅中 小女孩科尔将星际联邦军 培育异形的事情告诉了大家 又向他们讲述了异形的危险性和破坏性 极力地请求众人协助他一起消灭异形 在几人争吵时 异形的嘶吼声和太空剑的警报声传来 大家意识到了危险 而今决定带领船员们 立刻乘坐背地号逃生 奥瑞格战斗舰上乱成了一团 智能系统不断播报着警报信息 异形们在太空剑上肆意地猎杀着自己的猎物 佩雷斯将军决定放弃奥瑞格号太空剑 率领众人乘坐太空艇离开 不料在混乱中 一支异形突然窜出 跟着士兵们进入了逃生的太空艇 佩雷斯立刻将一颗手榴弹丢进去 然后把太空艇发射到宇宙中 他看着士兵们和异形 随着太空艇的爆炸消失在宇宙中 郑重地进了一个军力 然后被埋伏在身后的异形 用舌头抱了头 背地号船员们带着科学家 准备乘坐背地号逃走 在穿过H区连郎的时候 船长耳机走在前面 小心翼翼地探查 一路捡起士兵们散落的装备 他发现一把脉冲手枪粘在了一堆粘液里 好奇地蹲下去查看 突然一双异形的爪子从地板穿出来 将他拉了下去 耳机卡在洞边拼命挣扎 却无济于事 被异形的舌头抱胸而亡 被地号船员们赶了过来 将耳机从洞中拔出来 他的胸口被穿透了一个大洞 奄奄一息 这时候后面的角落里响起一声嘶吼 一只异形从昏暗中走了出来 众人赶忙扔掉耳机的尸体 转身跑开 却慌不择路逃到了死角 异形在一步一步缓缓逼近 突然好像发现了什么 低头在耳机的尸体边好奇地嗅了嗅 一把枪从耳机胸口的洞中探出来 砰的一声将异形抱头 这一切变化得太快 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 抓紧武器小心翼翼地过去查看 只见8号拿着枪推开耳机的尸体 从洞中爬了上来 他笑着对小女孩科尔说 一切都如你所愿 太空舰上的所有人都已经死了 只剩下被他们俘虏的科学博士维恩和士兵德斯特法纳 在他们的逼问下 科学博士告诉大家 星际联邦军一共培育了12只异形 现在这艘太空舰已经启动了应急程序 正在回航中 三个小时后就会抵达地球 大家经过争吵讨论 决定从冷却塔后面走捷径 呈被地号离开 然后炸掉这艘满载异形正在返回地球的太空舰 在大家路过一个实验舱时候 8号停下了脚步 目光落在了门上的数字 1-7 他看了看自己手臂上纹的数字8 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打开门走了进去 里面6个玻璃水舱里 装着带有异形特征的畸形实验体 8号一个一个看过去 这些都是那些丧心病狂的科学家们 克隆雷普利的失败品 在一边的角落里 传来女人虚弱的神吟声 他看过去 是实验床上的一个女人 虽然身体畸形病态 但是却有着和他一样的脸 这个女人就是雷普利7号 7号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 维持他薄弱的生命特征 一共科学家们研究实验 他哀求这8号杀了自己 8号紧皱眉头 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举起喷火枪 烧了实验舱里的一切 转身和众人离开了 接着穿过C区 他们来到了医学实验舱 贝蒂号船员们 看见了他们为星际联邦军 运送的7个冰冻活人 已经被植入爆脸虫 暴体而亡 8号在角落里 发现了有一个人 居然还活着 他叫莱莉 是一名铸币厂工人 被星际联邦军 以星际老物为名 骗进冷冻舱 由贝蒂号船员们 运送过来 小女孩科尔 让莱莉和他们一起走 8号淡淡地表示 他感应到了莱莉的身体内 有一只爆脸虫在寄生 很快会破体而出 乔尼 瑞斯和克里斯曼认为 带上它会有危险 克尔和副船长希拉德 说服了大家带上莱莉 等到了安全地方 让科学博士维恩做手术 取出他体内的爆脸虫 异形人带着莱莉 继续来到了船地 发现异形打开了冷却槽的水阀 淹没了厨房前后的道路 科学博士维恩告诉中人 有过厨房是货运电梯 可以快速到达贝蒂号 大家简单准备了一下 一个接一个进入了水中 快游过厨房的时候 背着瑞斯的克里斯曼突然发现 两只早已埋伏在水中的异形 正在追逐他们 强尼回身一枪打包了其中一只 众人急忙加快速度向前游去 在最后面的副船长希拉德 体力耗尽 背后面的异形一把抓住脚踝 尖叫着消失在水中 众人慌不择路 终于游到了尽头 丝盖封在上面的薄膜 浮出水面 赫然发现 这里居然是异形虫卵的孵化室 岸上密密麻麻的都是异形虫卵 卵壳在慢慢裂开 里面的暴脸虫在蠢蠢欲动 大家急忙潜回水中 却看到杀死希拉德的异形追了上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异形们的埋伏 情急之中 克里斯曼向上观望一眼 算准位置射出两发榴弹 榴弹弹跳几下爆开 将上面的异形虫卵全部炸毁 异形人急忙越出上岸 爬上高架 最前面爬到平台上的科学博士维恩 告诉小女孩科尔 这扇门可以出去 但是机器失灵了 需要用枪暴力打开 单纯的小女孩科尔 立刻将枪递给维恩 维恩博士接过枪 脸上露出凝笑 一枪将科尔击落在水中 自己打开门逃走 留下悬停在高架上的众人不知所措 这时水中的异形也跳了出来 越上高架 扑向最后面背着瑞斯的克里斯曼 混乱中 克里斯曼被异形的强酸血液 剑射到脸上 剧痛下不由自主地放开了手 两个人掉落了下去 千军一发之际 下身瘫痪的诸如瑞斯 一把抓住高架悬在空中 而下面的异形 却抓住克里斯曼的脚踝 向下拉扯 上面的强尼赶紧倒挂下来 怒吼着乱枪打死了异形 异形被乱枪打得吸碎 但是血肉模糊的尸体 仍然死死地拽着克里斯曼的脚踝 下身瘫痪的诸如瑞斯 哪里承受得住三个人的重力 咬牙在半空中挣扎着 身后的克里斯曼 悄悄割开了绑着两个人的背带 自己带着异形的尸体落了下去 就在高架上的众人 不知所措上下两难的时候 被维恩博士 打落在水中的小女孩科尔 在里面打开了门 将众人救了上来 8号注意到 科尔身上的弹孔中 流出了白色的神化血液 原来他是一名神化人 是第二代神化人制造的神化人 他之所以来杀8号 极力要消灭异形 就是因为他的程序准则是保护人类 士兵德斯特法纳和强尼 在尝试撬动后面通道的舱门 科尔则接入了太空舰的智能系统 得知太空舰已经大半受损 还有86分钟到达地球 最重要的是 已经没有足够的能源进行自毁 于是他调整了目的地坐标 让太空舰将在43分钟后 撞毁在地球的无人区上 8号让科尔清理出通往贝蒂号的通道 方便大家在撞毁前乘坐贝蒂号逃生 此时科尔发现 逃走的科学家博士维恩 正在试图启动贝蒂号 他立刻切断了系统 把维恩的位置抱给了异形们 一边的8号笑了出来 打开了后面通道的门 异形人匆忙穿过二区的走廊 赶往停在异区的贝蒂号 8号却突然停了下来 扶在地上 他告诉科尔 他感觉孕育出来的异形女皇正在下面 这时一双异形爪子拉开挡板 他掉了下去 淹没在层层的异形群中 在一边的小女孩科尔和莱莉 看着一切发生 却无可奈何 只好离开了 众人安全登陆了贝蒂号 正准备启动引擎离开 悄悄跟着溜进来的维恩博士突然出现 支枪劫持了小女孩科尔 要求众人将奥瑞格号太空舰的目的地改回来 将异形送往地球 强尼和士兵德斯特法纳和他紧张地对峙着 一旁的莱莉倒在地上 痛苦地抽搐着 他体内的异形幼虫 马上就要破体而出了 莱莉挣扎地跳起来 跌跌撞撞地跑向劫持科尔的维恩博士 打倒了他 又将他的脑袋死死地按在自己的胸前 异形幼虫从他的胸腔撕裂出来 接着爆开了维恩博士的脑袋 众人赶紧开枪扫过去 打烂了两个人的尸体和异形幼虫 8号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粘稠潮湿的异形巢穴中 周围都是已经化成异形重建的士兵和科研人员们 其中科学家盖德曼还奄奄一息地活着 他告诉8号 从他体内取出来的异形女皇 已经和他的DNA重组结合 净化出了子宫 从卵生化为胎生 这时巢穴中间的异形女皇 有些痛苦地嘶吼 巨大的子宫在跳动着 一只半人半异形的怪物 逆肿异形 折破子宫黏膜诞生出来 刚刚出世的他缓视一圈 将生出自己的异形女皇头颅击碎 然后低吼着跳到8号面前 身头在他身边嗅了嗅 神色忽然变得温顺 伸出舌头 在他的脸上轻泥地舔着 一边在异形重建中的一名科研人员 赞叹者向8号说 看来这个怪物把你认作了母亲 一种异形转身向他扑了过去 杀掉了他 8号趁着这个机会转身逃了出去 贝蒂号上 瑞斯不熟练地驾驶着飞船 脱离了奥瑞格号太空舰 进入发射状态 这时旁边的科尔惊喜地在监控中看到 还活着的8号正在长廊中飞奔向贝蒂号 他急忙打开舱门 跑到了通道口的8号纵身一跳 跃入了贝蒂号上 前面就是地球的大气层 奥瑞格号太空舰马上就要撞毁了 8号接过瑞斯的驾驶位准备发射飞船 系统却提示舱门出现故障还无法发射 科尔拿起工具过去检查 原来是舱门卡在一半无法关闭 便尝试用棍子去用力撬动轨道 突然背后响起一声嘶吼 他转身一看 逆肿异形居然登上了贝蒂号 一把关上了舱门 舱门关上 贝蒂号成功发射了出去 由于瑞斯刚刚的错误操作 造成气压异常 飞船剧烈地摇晃着 强尼喊着科尔把备用气棒拿出来 却没有回应 士兵德斯特法纳过去查看 他刚刚踏入后舱口 就被逆肿异形一把捏爆了脑袋 一边目睹惨剧的科尔 吓得不知所措愣在了原地 就在逆肿异形一把掐起他 要撕碎的时候 八号赶了过来 命令他放开科尔 残暴是血的逆肿异形 看到八号 忽然闻顺起来 乖乖地放开了科尔 八号的眼神中 闪烁出母爱的光芒 轻轻抚摸着逆肿异形的脸 逆肿异形也轻迷地蹭着他 像一个依偎在母亲身边的孩子 八号一脸宠溺地抱着这个怪物 却悄悄将自己的手掌划出血 甩在飞船的玻璃上 一旁的科尔瞬间反应了过来 紧紧地抓住身边的栏杆 玻璃被八号的强酸血液 腐蚀出一个洞 巨大的吸力从中吸来 八号立刻一把将逆肿异形推过去 巨大的气压牢牢地将它吸住 它痛苦地挣扎着 却无济于事 眼神中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八号泪流满面 哽咽着说对不起 看着逆肿异形一点点被吸干 血肉消散在太空中 与此同时 满载异形的奥瑞格号太空舰 穿过大气层 撞毁在地球的无人驱上 这些骇人嗜血的怪物们 永远地消失了 贝地号异形人 有惊无险地降落在地球上 八号看着这个雷普利心心念念 却终其一生都没有回到的星球 已经由于连年的战火灾乱 化为一片荒芜 小女孩科尔对八号说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地球 八号想了想 淡淡地说 我也是 最后的镜头定格在科尔和八号 坐在废墟上 落寞的背影 至此 异形正传四部曲 已经为大家解说完毕 但是还留给我们 很多没有解答的悬念 让世界各地 众多异形粉丝 意犹未尽 异形第一部的导演 雷德利·斯科特 在2012年开启了异形前传三部曲 来弥补异形系列的空白 融合了神话 科技 哲学 情感等多种元素 构建一个完整的异形宇宙世界观 所以下期视频 速速为大家带来异形前传的第一部 普罗米秀斯 谢谢各位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